郭忠臣 郭忠臣 郭忠臣跟郡面交属這一塊 其實都沒有 目前其實沒有一個專業的地位 在關心這一塊 我想在2016真的需要不是只有一個 可能要兩到三個以上 專業的國防委員來關注 軍中人權跟軍人家屬 那今天 我想 除了沈慧智之外 其他的判決應該會比較符合 人民的期待還有家屬的期待 那沈慧智的這一塊 我想他有看過 中究的求救手機跟簡訊 那先牽口然後讓他去關 竟然最後沒有 死無罪 所以我想這個 應該是得過我們的眼鏡 那你會接受的一個感覺 除了沈慧智之外 應該我想家屬可以接受的 應該這個沈慧智的部分 應該會律師會在研究室 我再上訴 那我們認為說 其實今天 不管這個沈慧智 他判得很重 我們其實都覺得 我們這一路堅持到這邊 只是希望可以實施台灣的 會都有人民的警示 所以當你擁有 國家便利的公權力的時候 在執行公權力的時候 要特別的 接受跟恐懼 因為在你 這個公權力適當的時候 你可能會造成一個家庭的 所以你可能會 會上升 所以我們只希望說 未來所有的公權力 在執行公權力的時候 都特別的上升 就是下一個 一個事情發生 他其實走到 有非常多人 就是不來持住 人家認識人家 但是人家還是 比較上訴求 甚至可能是 因為總覺得是 私自訴求 上一大會